炒这道菜 米饭要多煮点 不然不够吃 我们吃个泡椒沫鱼时 非常下饭的一个加上菜 这个沫鱼买回来 我们先把它切成薄片 再来把它切成细丝 切细一些更入味更好吃 这个沫鱼跟泡菜或者酸菜比较配 自己泡的泡菜 把糖先洗一下 拿一些蒜萝卜 泡椒出来 蒜萝卜 把它切成细丝 自己泡的泡菜还不咸 这个泡小米椒 比较辣 比较开胃 给它泡开 炒出味道一些 这个蒜苗把它拍破 切成马耳朵 炒这个菜 加蒜苗更香一些 切好的抹鱼 我们加一些盐 给它焯一下水 取出煎味 炒抹鱼 我们用混合油 材质油加猪油 这样才更香 姜蒜 花椒 炒香 再把切好的蒜苗布泡椒放下去 我喜欢放一点老豆瓣 味道更厚重一些 但是一定要炒香 把泡菜的乳酸味给它炒出来 豆瓣酱的颜色炒出来 再把抹鱼丝放下去 把它炒入味 蒜苗放下去 调味我们家少量的白糖和味精就可以 再来点酱油 不要放盐了 不然容易咸 最后 我们放点山芙椒油 吃不惯的就不放 香醋来点点 把它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非常好吃的一道 泡椒美味 特别下饭 喜欢的朋友 记得收藏起来试一下